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主流的舆论呢 主流民众的舆论呢 就是just do it 赶紧唐克吧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说这个拜登家族这个海外商业活动呢 这个已经由来已久 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很多消息出来 这个拜登的儿子亨特 受这个拿到这个乌克兰的Burisma公司 每个月高达5万美元的那种所谓薪酬 而这家伙呢 他是一个画画的 他根本对那种石油公司 能源公司的业务一窍不通 他们把他受聘作为什么董事 然后给他一个月结几万美元 这根本就是没办法说清楚的 这是这个 后来呢我们又知道就是说 亨特拜登在拜登做是副总统的时候呢 就经常去北京 跟他去过北京 北京有一个中共的一个中共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公司 有一个香港的商人叫叶雪茗 他们直接就是给拜登和亨特家族呢 输送利益的 其实这个实际上立即斑斑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而这个司法部呢 美国司法部 因为在这个左派政府的这个控制之下 那么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压着这个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 关于这个亨特拜登的电脑 索敌电脑 里面涉及到可能这些黄色的 或者性博学性群犯 甚至涉及到幼儿 儿童的那个性跟性相关的图像 这些呢已经足以就是说 致对他个人起诉 而这个家族呢 最近这个家族从海外拿到的公司呢 现在已经这个美国国会 已经拿到这个就是说转账 这个钱的进入 这个拜登家族的各个人的 那个公司账号 银行账号 这些这些证据都拿到 就是如果就是有什么证据的话 如果是总统的总统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早就被弹劾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美国被这个 左派控制的非常严厉 结果呢 导致现在就是基本上 司法也被武器化 所以呢 实际上一直迟迟的没有行动 那现在共和党 这些众议院呢 他们现在终于呢 开始有所 有所行动 但实际上已经是非常的缓慢 我升级为弹劾调查 所以说 实际上早已经够了 弹劾的 弹劾的这个 理由了 因为你考虑到他们 两次就是去弹劾川普 那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而这次有这么实打实的罪证呢 他们仍然不弹劾 所以这实际上是说不过去 所以看到我们就是说 在魔鬼统治世界这个时刻 美国的政治呢 被操纵在这些左派 共产主义的手中 他们是怎么样的 在滥用司法 来这个保护犯罪者 您刚才谈到就是拜登的儿子 就是在乌克兰 好像每个月 有个公司给他一个头衔 就是 那这个乌克兰这个公司 是不是有所 他一定有所图 当然了 因为这个当时 实际上这个乌克兰呢 乌克兰呢 就给这个 亨特拜登付钱 然后呢 当时呢 拜登也对这个乌克兰呢 施加压力 要求他撤掉 要有一个检察官 然后呢 作为换取美国 美国的经济援助的这个条件 随着已经 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还有的 最近呢 我们知道有个叫FTX的公司 专门经营这个虚拟货币的 他这个CEO呢 总裁叫 Sam Bankman Fried Sam Bankman Fried 他呢 实际上 他这个公司呢 现在已经破产 已经浪费掉 或让那个投资人 损失了几十亿美元 但是这个公司实际上 他接受了 接受了这个乌克兰政府的 大量的资金 这就很奇怪 而他们这个公司 接受了这个乌克兰政府的资金以后呢 又把这个很 一文钱呢 转移到 用来支付 拜登和他一些 一些民主党人的 那些竞选资金里面 而拜登和这些民主党人呢 又恰恰是美国国会 美国批准 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钱 实际上是在这个 三角的圈子里面在赚 这实际上就是洗钱 就是真正的腐败 所以呢 这个事情是已经有很多很多了 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足以应该 激起这个司法部的行动 但是我看这个报道还说呢 就说是 麦卡锡说了 只是摆在桌面上 就是您刚才也说了 其实早就有很多的证据 但是好像说 不会马上采取行动 对 他可能是有一些现实的考虑 因为就是说 他现在是民主党的共和党 议员控制的众议院 他们就是说提出这个弹劾的话呢 也有可能那个 也是有可能通过的 但一旦提出弹劾通过以后呢 他这个马上作为配证团 由最高的大法官来 来这个直接判案 这个时候在参议院呢 我们知道这是民主党站上风的 所以呢 有可能通不过 我想这可能是 他的一个现实的考虑 那如果说 建议弹劾 这个对拜登旅行 他总统职责 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如果弹劾不成功的话呢 他对他的行使 总统权力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弹劾成功的话呢 当然他就被弹劾掉了 但是关键还有 现在还有一个细节的问题 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拜登的副总统 这个贺锦丽 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你看到经常他讲话的时候呢 经常是在公共场合呢 就是好像不可控的 受个不可控的这种 歇斯底里的狂笑 就是说笑得有点 就是让人这个毛骨悚然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笑 就是说有点歇斯底里 真是歇斯底里 并且他这个 我认为他的一些智力和这个 和推断推理的能力呢 也是有问题的 这语言表达有问题 经常讲话都讲的是 一个重聚加一个重聚加一个重聚 重聚重聚 这一圈以后呢 什么话都没说 等于是这是什么话 什么都白说了一起 就说起毫无意义的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 当然但我们也知道 他更是一个 在政治理念上非常左极左的一个家伙 他实际上 一般保守派人士认为呢 这个贺锦丽如果上台的话呢 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比拜登还大 但我们当然知道 老朽昏庸的啊 但是贺锦丽可能更糟糕 所以呢 即使我想这个保守派人士可能还有一个考虑 就是说 如果弹劾就把拜登弹劾下来 上了贺锦丽的话呢 可能更糟糕 所以他们可能会等待一个 就是说 让这个拜登和贺锦丽一起下台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种分析的说法 对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嗯 那这个 这种可能性有吗 可能性是有的 我认为这个 这个要看 也就是说 看他们能不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和证据 就关键是要拿出一些证据来 我们知道他们这个 左派做了很多危害 这个美国 危害美国的吸引 危害美国的安全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说 要拿出可以 impeachable 就是可以弹劾的证据 其实很需要一些努力 嗯 他说就是这个指控 就是或者是弹劾要有证据 那最近我们也看到 就是美国司法对川普 就是不断的这种指控 那我看有很多的自媒体 还包括网友都说 就是说实际上 他们是 是没有什么证据的 只是编造一些罪名 那您认为 就是他们这种不断的这种指控 我看有网友甚至说这是一种骚扰 那这种目的是什么 它是一种骚扰 实际上是干扰 实际上也是一种干扰美国的选举 说白了的话 他们就是 目的就是阻止川普参选 阻止川普 那个2024年重新回来 回来重新当成美国总统 因为川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如果回来的时候呢 他会做到就是说 他会那些铲除美国的深层政府 左派 去铲除共产主义 铲除这些清洗这个华盛顿的沼泽 让这个权力呢 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然后呢 要恢复对传统啊 神的信仰 传统的观念 所以说 你看到他这些呢 就是让这些坐卧不安 他们现在就是要用一切 一切方式来阻碍川普选举竞选 那就是包括无穷无止 无穷无止的那种 用这个慢速啊 起诉啊 指控的方法 有一个说法 川普有一次说 我记得他说 我忘了是六千还是六百 他说现在全美国上下呢 这个民主党纠集了 好像是六千个检察官 六千名检察官 而且我记错了 可能是六百啊 这六百也是很可观 六千也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你加上这个联邦政府 州政府 构级市政府 所有的检察官 所有检察要加起来的话呢 可以打到几千人 他们这些人呢 都在民主党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索罗斯的基金的控制之下 他们在四处寻找 寻找川普的任何 他们可以起诉的证据 这种就有侧头侧尾 全国范围内的猎屋行为 猎屋行为 我们看到纽约州 纽约市的一些起诉 还有亚特兰大 乔治亚州的一些起诉 其实都是这样 这些检察官 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利 把司法作为一种武器 就是说查川普的税 查川普的这个 找一个40年前 一个老女人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兴趣的起诉 就是说他谁能查到的东西 都就是 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 去这个海湖庄园抄家 你看他们会竭尽全力 就是无中生有的 甚至就是来想办法阻止 川普这个选举 其实这是他们的目的 但是川普刚刚说过了 不管他们怎么去 骚扰指控或阻望 他不会停止竞选 他一定会要竞选 一定要当选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会成功当选 你相信他会当选 因为我也看到有名义 就是川普的这个支持力 是越来越快速的上升 而且本来就挺高的 那您认为就是美国司法 这种他阻止川普竞选 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达不到什么目的 因为他就指的是 每次他们这样胡闹一次 都让川普的知名度提到 现在川普的这个党内的提名 领先是超过60%多 那其他呢 第二号呢 这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商人 只有百分之十几 像德桑提斯都得到 掉了百分之 也许是第三名以下了 其他那些人 加上没有一个超过百分之 会当选共和党的候选人 当选共和党后呢 民主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谁能够推出来是谁 也许是拜登 但是我想美国民众沉默的大多数 已经看清楚了 这些左派的这些丑恶的嘴帘 左派这些人呢 极端左派的共产主义这些人呢 他们虽然人数不多 但他们声音很大 他们控制了媒体 操控了一些主流媒体 所以呢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民众 我相信还是保守传统的 而这些人正在觉醒 所以等这些人觉醒以后 我认为在这个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两党对决的时候 明年选举的时候 大选的时候 共和保守派呢 传统 拥护传统信神的这篇人们呢 应该会大获全身 那您认为就是 共和党对拜登的这种弹劾 以及这个美国司法部 对川普的这种指控 这个本质区别是什么 对拜登的弹劾呢 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 他早就应该 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犯罪家族了 也就已经有很多很多 他反对的事实 早就可以升级为弹劾调查 早就可以弹劾了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人呢比较团结 他们出于他们那个政治的因素呢 还有呢 他司法在控制司法体制的话 他们在压制这个 所以这就是说这个正义不能够彰显 那是很遗憾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 我想最终有一天 他会让人们知道 对川普的那个弹劾呢 我们知道这两次弹劾 都是根本是只需物有 没有根据 所以都没有成立 现在呢 国会议员已经要求 把这个两次弹劾呢 干脆就取消了 因为这个是非常荒唐荒谬的 而对川普的那个指控的本质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左派的共产主义者 极端极左派的共产主义者 想用共产主义社会来占领美国 而川普和支持川普的 我们不愿意不要共产主义 其实这就是最大的根本的区别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